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看我們來到這個曠野之地 讓我們想到亞伯拉罕之約 各位你知道我們神跟人立了八個約定 最美好的是新約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亞伯拉罕之約 如果你對其他的約有興趣 你可以去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好 讓我們來看第一頁 加拉太書三章二十九節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你知道這邊在講什麼嗎 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屬乎基督 你既然屬乎基督 你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你既然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你就照著應許承受產業 懂嗎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四章十三十四節 因為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你看這邊提到 我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該那個經文證明的對 亞伯拉罕的後裔要承受世界 你跟我 我們只要是基督徒 我們就可以來承受世界 天啊 你現在有多少存款 你都不知道你要承受世界 你看上帝給我們的期待是這麼大 上帝給我們的應許是這麼大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不是因你做得好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 你看十四節說 若是屬乎律法人才得為後裔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你就廢棄了 這邊也順便告訴你 如果你覺得你要做得好 你才能夠成就那些應許 你要做得好才能夠得到那些祝福 應許就會廢棄 因為這邊說如果屬乎律法 就是你要遵守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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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了才能夠為後世的話 應許就廢棄了 所以我告訴你 神應許你很多世 為什麼沒有成就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屬乎律法 讓我們不要活在律法裡 再恩典禮讓神來成就 這樣你就會很自然的 把這些榮而歸給神 因為真的不是你做的 但這今天不是我們的主題 我們繼續看下面 下一頁 雙世紀15章5到6節 我們繼續回到亞伯拉罕之約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 你向天觀看 數算重心能數得過來嗎 比如他說你又對 他說你的後義將要如此 亞伯拉罕姓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死為他的義 這次聖經第一次提到 因性稱義 亞伯蘭姓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死為他的義 第一次亞伯蘭 之後變成亞伯拉罕 他因性稱義 很多人說 沒有啊 那個因性稱義是新約是 沒有在舊約 而且連律法都還沒有頒布 亞伯拉罕就已經因性稱義了 懂嗎 好 當亞伯拉罕去外面看了那個重心 他數不過 他知道到後義將要如此 上帝也要給你極大的應許 你要承受世界的 我們繼續看下面 創作記15章7到8節 耶和華又對他說 我是耶和華 神令你出了加熱底的烏爾 我也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亞伯拉罕說 主耶和華 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神跟你說一些事 你覺得沒有辦法確認 你覺得有點壓力 你確實也可以像亞伯拉罕 這樣子跟神說 主啊我怎麼知道可以這樣呢 然後求神用祂的方法對你說 聖經裡面少數的例子 只有激淀的屍羊毛 乾羊毛 講得那麼清楚 那樣的印證 你現在在新約裡面 聖靈會引導你 神會透過環境 透過讀經 祷告 講到各樣的方法 給你確據 開放 讓神來對你說話 讓祂來做神 但是可以像亞伯拉罕一樣 你跟神說主啊我真的需要確據 我信我信不足求你加天 懂嗎 你可以跟神要 你看亞伯拉罕這樣說之後 神怎麼回應他 我們看下一頁 聖經十五章九到十節 他說 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 一隻三年的母山羊 一隻三年的公棉羊 一隻班鳩 一隻廚哥 也不然就取了這些來 每樣劈開分成兩半 一半對著一半的擺裂 只有鳥沒有劈開 我們看下一頁 你看喔 我們這個圖 就是母牛啊 山羊啊 公棉羊啊 班鳩跟廚哥就這樣子 你看 劈開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你當你把一個東西劈開 會有什麼流出來 血 你會發現 這真的也是在預表耶穌基督的那個羔羊 要流出來的血 那血就流出來 古代人立血約 就很像是我們以前有所謂一個 成語叫煞血為猛 諸侯們喝一點點血 或沾在嘴唇上面來結猛 好我們看下一頁 雙基督十五章十一十二節 有隻鳥下來落在那死處的肉上 亞伯蘭就把牠嚇飛了 日頭震落的時候 亞伯蘭沉沉地睡了 突然有驚人的大漢落在牠身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亞伯蘭沉沉地睡了 所以就可以開始立約了 為什麼亞伯蘭 通常在近東在過去那個時候是 他們把這些山羊什麼什麼 劈開之後呢 兩個立約的人要一起牽手 走過那個寫河 那個都是寫的中間走過去 代表我與你立約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我們誰被約就像這個動物一樣被劈開 所以牠們要這樣走過去 可是神卻使亞伯蘭沉沉地睡了 為什麼 因為神知道人無法遵守約定 人一定會被約 這是罪性 可是又必須有一個人來立約 這時候怎麼辦呢 亞伯蘭睡著了 同時也跟你提一件事 亞當也是睡著了以後 神才把下巴帶到他的面前 所以我們弟兄姊妹 很多時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安息 讓神來為你做成 OK 我們再看下一頁 15章17、18、19 我們中間省略一些部分是 神對亞伯蘭沉的應許 OK 好 神對亞伯蘭沉告訴他說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後代會怎麼樣 OK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病 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你讀阿這弟兄很奇怪 不然冒煙的爐跟燒著的火把 從肉塊中經過 你知道我第一次讀的時候 我決定想到這是什麼 冒煙的爐燒著的火把 可不可以要烤肉吧 呵呵呵 可是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它有很重要的處理意義 當那日 耶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又發拉底大河 你知道嗎 神的應許 亞伯蘭的後裔是從埃及河 從埃及那河到 又發拉底大河就是伊拉克 埃及到伊拉克 這個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也是以色列人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日後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 跟燒著的火把頭 你看冒煙的爐跟燒著的火把頭 從動物中經過 你看他們都很客氣 血都沒有畫出來 我們再看下一頁 冒煙的爐 心乃全山冒煙 因為耶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 爐燒咬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動 所以冒煙的爐其實很簡單 冒煙的爐就是耶和華 耶華是 我相信這邊的胃殼是聖父 聖父要跟亞伯蘭立約 所以冒煙的爐是神 沒有問題嘛 神跟人立約有一邊是神 絕對沒有問題嘛 那人 哪裡找一個人來立永約呢 天啊 我們看下一頁 到底什麼是燒著的火把 我們來看 我們從石狀聖經翻譯 3940 你找到火把這個字是3940 3940這個字我們看下一頁 這是石狀聖經翻譯 3940 這個字你看你會發現這邊 lamp 它可以翻 總共這個字在舊約聖經出現14次 裡面有7次 在King Benz 英王傾益版裡面翻成lamp 是燈 好我們看下一頁 燒著的火把 在這個 在King James 版本裡面翻的是burning lamp 是燃燒的燈 燃燒的燈 OK喔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The world is a lamp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寫什麼 神的話是燈 神的話是燈 OK我們再看下一頁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有恩典有哲女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賦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一章14節 你看King James 版本 The world was made flesh 神的道 就是神 神的道 道成了肉身 所以你會發現 按照這幾個經文串出起來 你會發現 主的話就是那個燈 主的話就是那個燃燒的燈 那個道就是那個燃燒的燈 那個道就是made flesh 就是成為肉身的那位 就是耶穌基督啊 我們再看下一頁 以色亞書62章1節 我因息安必不靜默 為耶路撒冷必不犧牲 直到他的公益如光 會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你看還是同一個字 3940明燈那個字 他的救恩如明燈 請問誰的救恩才是獨一的 唯一能夠拯救人類的救恩呢 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這邊真的 請我告訴你 那個燃燒的燈 那個燒著的火把是什麼 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火把就是耶穌基督 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 神與人立約 唯一能夠遵守約的人 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我告訴你 亞伯拉還在旁邊睡覺 而冒煙的爐跟燒著的火把 走過這個肉塊中間 代表神人立約 而完美的神跟完美的人 一起立約 完全的完美的人 完美的神 百分之百的人 百分之百的神 耶穌基督 與聖父一起立的這個約 所以我們就蒙福了 你知道嗎 有這個約我們 真的是可以說是在 臨界橫的走啊 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你不會再不守約 因為耶穌替你守約 而且祂是人 祂可以做這個代表 完全的人跟完全的神 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張圖 神在指著天上的星星 我相信亞伯拉罕 在走過了這些動物 這個血中間 然後他抬頭看到那個星塵 他看到你看亞伯拉罕 他要獻以撒 而來預表耶穌基督 要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你看到 舊約的大祭司們 那個兇牌 以色列十二支派 那太多都指向耶穌基督 再看最後 在最旁邊的部分 耶穌基督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其實所有的約都指向耶穌基督 那是我們唯一的盼望 獨一的救主 充滿期待盼望的那位主 願我們的主快來 成就祂最後美好的計畫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八天父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活在你的裡面 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跟生命的主 不是在靠自己的行為 是靠上帝的恩典 然後你 因為祂這麼愛你 你被祂愛到很滿足 很開心之後 你就可以去愛很多旁邊的人 祝福我們不再是靠自己 我們不要再去想說什麼 我能夠為耶穌做多少的事 乃是先想耶穌 我做了這麼多事 我好喜樂 然後自然被聖靈引導來 活出耶穌基督 在我們生命中 已經成就的救恩 不再是努力去進天國 因為那個經文翻錯了 乃是耶穌基督 已經為我們成就這一切 如果你有興趣看 我們其他視頻 你會看到很多上帝 給你美好的應許 我也祝福我們 每位弟兄姊妹 蒙福蒙福 再蒙福 真正認識耶穌基督 並他丁十字架 這一切是白白冷點 風雨視頻祷告阿們